今天我們會在不拉山徑出發 去黃泥沖水塘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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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坐11號巴士 在不拉山徑落車 先從巴士站到分叉路口 然後我們會繼續上 這條路就是不拉山道 大約在分叉路口上了1分鐘 快到我們 黃泥沖水塘的入口 這條路應該是可以在金督前的 不過我們繼續在不拉山道 繼續上 沿著不拉山道繼續上 我們會在前面那條樓梯進去 就會上去 渣天北引水道 相信如果大家 看過之前 走渣天山的話 都會知道 我們經樓梯上來 渣天北引水道 現在我們可以看過 我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上來之後 是會轉右 就會經這個 沿天山道 上去渣天山的山頂 好 我們就來到這個 這個 上小小城 就是拔繩的地方 上次我也說了 這些 這些牆 就不是太高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還有上面拔繩都要小心一點 大家上去看看 看看自己能否走到 好,我们在这个大石膏里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上 其实我们RM在石膏上来,只不过用了大约20分钟 我想大家可以,如果比较体温好的,都可以像我那样,轻松松上来的 我们上次在沿空棧,转到甘督磁马径 但我们这次就不想一样了,我们就会转到黄泥冲水塘 这里有一个好有趣的亭台 其实这一条就是卫顺径,卫顺径的条件都是很轻松的 这条路的沿途都是落楼梯级的,都没什么难度 我们到了前面阳明山庄 太高了 我们在温天山顶,就经着这条卫顺径,也乘着温天山一公里 其實這段路最難是鞏繩和蓮風棧 去到鮑林那段都不太難 但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鮑林最好戴定手套 但因為今天我很大頭蝦 忘了戴手套 所以可能雙手有點髒 但我建議大家都可以戴上手套 因為有時會有些樹枝或樹葉凸出來 你可以撥一撥開它 而且大家也要穿長袖 否則刺到手 如果有敏感就會覺得癢 好 說這麼多都是沒用的 大家可以跟著我的路線來 那條路線都不太遠 大家都可以值得一試 我們剛才就在樓梯下來了 我們現在就會沿著這條路 下去黃泥沖水塘 地面上就是去紫蘿蘭山 我們繼續下去黃泥沖水塘 這裡就是黃泥沖水塘花園 這裡有個廁所給大家認真 不過可能因為疫情關係已經封了 大家也看到這裡下面有一個浮海的碼頭仔 應該就是放船的地方了 下面是浮海的碼頭仔 應該就是放船的地方了 不過可能因為疫情關係已經封了 大家都看到下面有一個浮海的碼頭仔 應該就是放船的地方了 應該就是放船的地方了 這裡有些烏龜 還有鯉魚 看看鯉魚多小 還有鯉魚多大 剛才在這個橋位下樓梯 其實左邊是可以去淺水灣的 不過我們就不去淺水灣了 我們就落回去黃泥沖水塘道 這樣下去搭巴士或者搭其他車走了 好了,今天就走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按個讚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